今天我要为你介绍的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一部美剧 《风骚律师》Better Call Saul 我不太喜欢这个艺名 但是它已经掉开了也没办法 我说的这个最好呢是据我的见识 《风骚律师》是2015年在美国的AMC电视台首播 现在正在播出它最后的第六季 如果你现在开始追 我们可以在几个月之后同时收看大结局 我也犹豫过这个选题是不是有点冷门 和六人行权力的游戏比 它在国内是相对小众的 我转念一想啊 确听它是值得说 这部剧的精彩既是主创的个人才华涌现 又是成熟的影视工业团队的精密合作 而且还有清晰的叠加过程 一般来说近乎完美的作品是浑然天成的 它很难拆解 但是这部剧倒是可以 我想要和你聊的是这部剧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看高手怎么做事情向来是我们的共同兴趣 《风骚律师》这部剧讲的是什么呢 有点一言难尽 二十年前 北京导演叶京拍过一部电视剧叫《一笑大方》 主演有英年早逝的浮标 当年还默默无闻的张寒玉 讲的是一群混在北京的编剧和导演 拿着剧本四处扎钱 持河嫖赌 坑风拐骗 扒掉着影视圈的遮羞布 可以说是一部后现代版的如临外史了 剧里有个包袱 谁一问这帮混子在拍什么 他们就深沉的说 讲人的 特深刻 这个笑点暗示了我们对电视剧的一个印象 它属于大众娱乐 剧本能够讲一个好故事 拍摄能够讲好一个故事 那就相当了不起了 我们常说的完成度就是这个意思 而讲人的谈何容易呢 那是打穿了艺术的门类 形式和手法之后 显露出来的终极而又高贵的目的 哲学家常常通过分析文学人物来说理 比如福士德 哈姆雷特和卡拉玛佐夫兄弟 因为文学大师是用故事 来创作一个极富深度和广度的人类灵魂世界 那是哲学家在现实里不容易找到的人的样本 决定艺术境界的分野也正在这 创作者是想要炫耀自己的才能 是想探索这门艺术的表达极限 还是想把总体的构想和力量 凝聚在洞察和挖掘人这个终极的命题上 这是一个事关作品高度的决定 就像我们昨天说到的 当一个艺术家能够生活在所有的时代 他的作品才会属于所有的时代 我们对这些作品中的人的样本的熟悉度 会超过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现实世界里的自我是散漫的 它是需要亲自的审视和探究的 而艺术家呈现出来的样本 已经完成了艺术上的探究 它凝联而具有魅力 简而言之 我不知道纯粹的爱情是什么 但是我有可能通过林黛玉和贾宝玉知道 可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文学和电影 是凤毛麟角的 然而《风骚律师》这部电视剧 他就真的做到了 它虽然可以被归类为犯罪剧 律政剧 黑色拥卧风格的喜剧 主线是讲一个黑帮律师的成长史 和贩毒团伙的暴力故事 但是如果你让我介绍 那我必须首先认真地说 这部剧 它真的就是讲人的 特深刻 利用电视剧的长篇载体 和这部剧漫长的制作周期 人物被挖掘到了 难以想象的深度和广度 我在案例他的时候会说 《风骚律师》的叙事 是文学名著水平的 人物性格可以作为 哲学和人类学的典型来用 而影像语言 可以给电影学院当教材 同时 只要你付出一段进入剧情的时间 就会感受到 关剧的刺激性和娱乐性 是不下于上一大片的 很可能还要倒过来多看几遍 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想 我以为只有作家独立完成的小说 才可能实现这样的专注 而这是一个集体运作的电视工业项目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前几天 我特地为此登门请教了 我的一位从事影视工作的朋友 他的网名就叫美剧狂人 也真是实至名归 狂热这个词 是不足以概括美剧狂人 对于美国影视业和电视剧的熟悉程度的 他绝对可以说是一个专家级的职业观众了 但是花在这部六十集的风骚律师上的时间 就有上千个小时 阅读了所有相关的书籍和材料 听遍了主创团队十几年来的播客节目 美剧狂人说 这部电视剧是怎么来的 咱们得先从美剧的生产机制说起 在传统的电视时代 制约电视剧的瓶颈主要是平台资源有限 全美国就这么几家有线和无线电视网 每个频道的热门时段只需要有数的几部 时长带一个小时左右的证据 行话就是常说的抓码 不只是剧的内容和题材卡的狠死 连每一集的时长都是 比如风骚律师和他的前作《绝命独师》上的是AMC电视台 他们每集的固定时长都是47分17秒04帧 因为一切都要首先服务于差评广告 由于这个平台平静 在流媒体出现以前 美剧的制作人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惨烈的 像中国电视剧这样一口气完整拍几十集的事 在美剧里是罕见的特例 正常情况下都是制片人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三五个提升收视率的演员 拿到了投资意向 然后就使出浑身解数拍一个投稿用的试播集 通过了再和电视台签合约 再回去和剧组的成员重新确认合同 至于后面的几集该怎么拍 根据情况再调整 播出以后只要收视出现了一点下滑 或者是电视台策略调整 那么整部戏就可能被砍 如果想要给大牌的制作人留一点面子 会要求他在三五集里立刻收尾 美剧狂人说 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 是把剧集从热门的周一到周四时段 挪到了周五和周六 那就等于处于半死亡状态了 剧组里只要是还有点想法的演员 就会赶紧结束自己的戏份 去找下一个项目 这就是很多美剧高开低走 或者烂尾的直接原因 比如只有第一季好看的月玉 以及大结局成了一个笑话的迷失 都是因为整个剧组处于既不知道终点 也不知道能走多远的状态下 情况一旦有变 那么几乎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大家只能先按照既有的信息 顾好眼下的利益 这种情况下的电视剧没有搞到很难看 反倒是因为大家都很专业 保住了基本底线 这也是美国社会各个领域都会出现的现象 它的优点是绝对的实用主义 反应灵敏 缺点就是 即使好像一直在做正确决定 也是在给未来的结局挖很大的坑 就算一部剧红了 也可能出奇奇怪怪的状况 美剧狂人举了个例子 我们俩都很喜欢看老美剧黑道家族 它的故事和表演同样精彩 但是给我的感觉呢 就像是一部短片小说集 整体的严密性会出问题 比如突然插进来几集 讲本来在新泽西的黑手党家族 跑到了意大利出差 它的原因就很无厘头 就是因为演员红了 制作经费也上来了 他们就去找制片人谈条件 要求利用工作之便到意大利去玩一玩 所以编剧就跟着重新写本了 当然这种限制也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刺激大家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 相对而言 在今天的流媒体时代 剧集的上限名额不再受限制了 投资也相对充裕 如今影响剧集质量的原因 就是因为需求量大而匆忙的上限 打磨得不充分 图有精良的视觉效果 故事内核则显得空虚和懈怠 不过权力的游戏的烂尾 还不是这两种情况 这部剧当年就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它是业内顶级的HBO电视网 汇集了一切力量权力保障的项目 HBO甚至为此提前终结了 我很喜欢的另一大制作《大西洋帝国》 这就让我从一开始 就对泉尤有一点看法 美剧狂人认为 泉尤是从第四季之后开始垮塌的 直到最后一集崩壞到了 所有的观众都无法容忍 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那两个主创的无能和傲慢 他们就有最好的资源和优秀的班底 然而只要是原著作者马丁没有写的 他们就没有能力去想象和创作 而绝命毒师和风骚律师 能够崛起成一个美国的流行文化现象 首先也是因为有一位 杰出的编剧和制片人文思吉里根 他奇妙的在生产里 回避了我们说的那些坑 把自己的两部剧完整的带到了中局 和我们之前介绍的央花戏剧差不多 美剧实行的也是制片人中心制 真正的主创不是导演 很多美剧可能是一季十三集 就有十三个导演 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生产流程 通常每一集剧本敲定以后 分级导演就要提前两周禁组 和编剧确认剧本 选址排期 等到开期那天 从上一集拍摄下来的演员在进组 在十几天里完成镜头的拍摄 之后导演再留下来完成剪辑 和配置音乐和音效 每集的制作周期 需要在四周零三天里完成 才能保证播出 也就是说 导演的首要工作是合理安排时间 剧集的创作基调 是由制作人把控的 文思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有机会的话 他当然想亲自制导每一集 但是从流程考虑 只能抓住制片和编剧的身份 文思吉里根生于1967年 入行不久就加入了当时的现象级美剧 X档案当编剧和导演 2008年 他和大大们创作了一部低开高走的美剧 绝命都师 我们之前提到过 讲的是新墨西哥州一个高中化学老师 怀特 中国观众都叫他老白 在50岁生日的时候 发现自己患上癌症 因为来日无多 就想通过制造冰毒 给妻儿留下一笔钱 两年里 老白被攒下这一笔黑钱 和最危险的跨国贩毒集团 和警察们名争暗斗 逐渐地展现出了内心的黑暗 野心和控制欲 他早已经不是为了那个初衷 而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 一路毁掉了所遭遇的竞争对手 毁掉了家人 顺便也毁掉了自己 到2012年 绝命都师上演第五季的时候 已经是功成名就 拿遍了大奖 连好莱坞的选角导演都找到了窍门 优先在上过这部戏的演员里挑角色 因为文思的剧本 能把哪怕是一个小角色的性格 也写得相当丰富 可以让演员表现出自己的潜能 绝命都师戏目以后 剧民觉得这部剧的原创性和完美程度 是无可超越的 三年以后 文思又带着他的团队自己超越自己了 拍出这部读师的前传剧集 《风骚律师》 绝命都师里有一个配角 是替范毒集团办事的律师索尔 在拍摄的过程里 被演员鲍伯·奥登科克越演越精彩 编剧们也找到了感觉 一直把他写成的主要角色 我们前面说了 根据现实调整 这就是美剧的生产特征 这种衍生剧项目 在影视里是很常见的 它的优势是能延续前作人气 有保底的收视率 但是在创作上 属于是先天不足的命题作文 它会处处受制于前作 往往是质量和收视率都不怎么样 而且我们很容易 预见到那个现实问题 当年艰苦创业的演员 现在都成了腕儿了 队伍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带了 咱们今天接着来说 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美剧 风骚律师 Better Kossel 他在很多方面 甚至是超过的经典的前作 绝命都师 我先来给你讲两个 这部剧的小故事 绝命都师讲的是一个生活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中学老师 变成了跨国大都销的故事 剧本是完全虚构的 另在新墨西哥 主要是因为边境地区 拍片的免税政策好 播出以后 拍摄地阿尔布开克市的市民们 特别讨厌这个 在城里乱窜的剧组 就是嘛 你们凭什么把我们 编成一个毒品泛滥的城市 可是几年以后 全球大量的粉丝 涌入这里朝圣 贡献了他们过去 不敢想的旅游收入和工作机会 阿尔布开克市 干脆就把3月16号 命名为是绝命无师日 一位在剧里出演过警察的墨西哥演员 还因此竞选上了县里的行政长官 他的续作《风骚律师》的故事 也挺有意思 因为这部剧 男主角鲍勃奥登克克 年近六十才开始走红 过去他只是一个 偶尔上台的喜剧编剧 性格内向 和剧中人骗子律师完全相反 再加上半生不得志 很有一点自卑 他甚至回绝过演男主角的机会 想要多陪一陪佳人 转机出现在前几年 他的小舅子到河南郑州出差 在酒店的电视上 看到了中文字幕版的《风骚律师》 给他发了一张照片 他才知道自己在中国都有观众了 这才鼓起勇气突破形象 去接受格斗和枪械训练 主演了动作电影《小人物》 去年上映以后口碑相当不错 这部电影还丢了Bob的命 去年他在阿尔布开克拍摄 现在播出的最后一季《风骚律师》的时候 突发心脏病 能够抢救回来 全靠那次系统健身 这两个故事 是我的一位美剧专家朋友 美剧狂人讲给我听的 他看遍了欧美电视剧 也赞同我《风骚律师》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剧的印象 慎重其见的话 还要加上一个之一比较好 这两部剧直接间接的影响了很多人 包括让我们这些粉丝 对于自我 对于人生 有了很多联想的反思 至于他的故事 就有点太复杂了 我这不是窥诶 我在今天的稿子里 本来是写了一段简介的 但是写了一千多个字 还没有交代清楚 一条早期的故事线 所以还是干脆 再重复一遍昨天的话 这部剧是讲人的 特深刻 他的主创文斯吉里根 和他的搭档 把《绝命毒师》里的配角 反对律师索尔 提升成了虚作的主角 因为这个人物身上 有一个很有张力的问题 律师本来有不错的 社会地位和收入 为什么还要和毒贩混到一起 最后落得一个逃亡的下场 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经历和心路 才会闹到这个地步的 发展成了一个长达60个小时的 每个人物都有复杂立体性和侧面的 让我们甚至没法简单的判断 是非善恶的现实主义悲剧 一般影视创作常用的那些 悬疑反转逆黑到底的夸张 以及血腥和暴露镜头 这部剧几乎是不屑于使用的 它呈现的是实实在在的命运景观 美剧狂人也在国内从事影视行业 他说这部剧和其他美剧 尤其和国内影视行业的差距 不是靠资金投入和演员阵容能填补的 就算是拿到了一个好剧本 每一集有无限的预算 也很难做到如此的完美 为什么呢 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们都知道灯光队拍摄的重要性 首先你就很难在国内找到 这样专业的灯光指导和工人 就算你找到了 他也不会像编剧和导演那样吃透剧情 在导演中心制的剧组里 灯光师对创作也不太有参与的机会 所以在片场里 他用的是专业知识来补光 并不是对人物的理解 而一束光究竟打在哪 传达出来的含义差距是很微妙的 可是风骚律师团队 就能做到高度的默契和同步性 文思选择拍续集 正是因为舍不得这个团队的氛围 这种经验协作的叠加 也就是常说的软实力 文化创业行业看上去是无中生有 好像是很适合从零开始 让新人超越旧人的 但是其实文化也好 创业也好 团队也好 经验的积累和放大所形成的优势 是比硬件的差距更难突破了 因为人永远是主体 是关键的因素 创意也不是真的无中生有 而是将无形转化为有形 事先在脑子里有没有 有多少彼此熟悉的程度 才是决定性的 文思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先从编剧环节说起 他的团队的工作模式 在美剧行业是很标准的 甚至他们是选了最笨的一种方法 别的编剧几个月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他会写上一两年 在我那次几个小时的采访里 美剧狂人反复提了的一句话是 文思非常尊重这个故事 什么叫尊重故事 我觉得就是把故事里的人物 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尊重 文思的编剧原则是 基你最大的诚实 去想象完整的画面 反复的琢磨每个人物和细节 站在角色的性格内部去想 他想要什么 他恐惧什么 他有哪些选择 这当然也是对观众的尊重 文思的信条是绝对不能走捷径 他知道今天的观众 心里是有探测器的 完全看得出 没有诚意的编剧套路 如果故意设置廉价的反转 或者巧合 就等于是拿观众当傻子 只要你的剧本足够扎实 就不要怕观众看不懂 值得尊重的观众 自然会感受到 故事的水平之下 潜藏着冰山 会再去看第二遍或者第三遍 这么工作 并不会增加他的收入 美剧界有很多拿多少钱 办多少事的金牌编剧 多一场戏都不会白写 而大部分观众 也体验不到这种复苏的差距 70分的水平 已经可以保证收视率了 而文思好像是把手头的每一集 都当成他这辈子最后一集来写 绝命毒师大火以后 他争取的特权 是可以延长原来每集47分钟的限制 有的时候拍到了一个多小时 为的是把自己的想法实现得更完整 如果剧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那么全剧宁肯停更一年 还是那句老话 职业态度是斗不过极限运动员的 你在理智的计算投入产出 而他是在拿性命死磕 美剧狂人说 过去的美剧 也出过很多既好看又深刻的犯罪剧 像我们昨天说的黑道家族还有火线 但是他们都有人物和生活原形 对编剧来说 哪怕是有一两素材做种子 也要比评宫的虚构容易很多 而读师和律师这两部剧 是在彻底原创一个复杂的现实世界和关系网 让所有的冲突都既合理又有戏剧性 就实在太难了 文思的工作风格可以说是用时间换时间 如果创作者不为作品倾注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 他就换不回观众长时间的顶流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吸引来自己的团队 听了美剧狂人讲的这个团队的故事 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滚雪球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只说他们怎么开会这一点 我忘记是哪个大导演说的了 开会是开不出什么好电影来的 有性格的作品就是要不断专行 而开会只有妥协 以我的开会经历 我是很信奉这句话的 但是这两句就是密集开会开出来的 美剧狂人做过一个尝试 放下粉丝心理 用吹毛求刺的方式反复刷剧 想找一找情节上的漏洞 按说对于虚构的电视剧来说这是不难的 但是就几乎真的找不到 后来观察了他们的开会创作方式 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核心编剧把故事打磨出来之后 会提交给整个剧组开会讨论 除了演员 灯光 道具 服装 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参加 几年里这种会议一直就没有中断过 现场有一位做素季的老太太 会把所有人的每句话都记起来 只要和之前会议的设定有逻辑不一致 就会被指出来 观众可能发现的漏洞 都已经在这个筛子里过滤掉了 这些会议里还有一个原则 是不许说任何人的想法愚蠢 各种各样的建议都会被认真地讨论 看一看能不能吸收到剧情里 比如绝命毒师第五季有一段情节 制毒师平克曼被劫匪绑架 关在地牢里被迫治的几个月的冰毒 会议讨论到了他这几个月 没有换衣服的做旧问题 这个时候服装师提了一个建议 他说那个绑匪是表面上文质彬彬 内心却极度变菜的人 他是不会让平克曼几个月不换衣服的 而是会把自己的旧衣服拿给平克曼穿 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兴奋的胳膊上的蛤毛都立起来了 因为这就是杰出的小说式细节 这个服装上的细节 又是一般观众不太可能发现的 这就是整个剧组的工作标准 而且这个建议 还是与剧本无关的服装师提出来的 因为他是一直在以创作者的视角参与工作 我们刚才说到的尊重剧中人 尊重观众 而这里也是尊重团队成员的结果 美剧狂人还讲了一件 好像是可以写进先进材料里的实际 剧组里的一个选址导演 怀孕八个月 带着人在沙漠里徒步走了六英里 寻找最适合的拍摄地点 一般来说 好莱坞导演对需要下车 步行五百米的取景里就不考虑了 因为那会影响拍摄进度 团队成员都敢这样死磕 当然就是因为带头人就这样做事 这就是我说的滚雪球 完成了最初的小雪球 让团队的成员看到 这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 大家当初不都是因为爱电影 才做这一行的吗 现在终于有机会全境投入了 所以这个雪球才沿着最初的方向 吸引了无数的通道 被共同推到了一个 个人无法完成的规模 你也听出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成本问题 我看风骚律师的时候 只觉得每一个镜头 都处理的既考究又不卖弄 但是也没有见到多少大场面 美剧狂人说 那是因为钱没有花在电脑特效 这些明显的地方 比如最后一季的第一集 开场是倒序 拍索尔逃亡以后 政府部门上门抄家 为了把这个长镜头 拍得富于韵律 每一个搬家工人 都是由职业舞蹈演员扮演的 而第三集的开场 是段一分多钟的 语中外景特写 为了获得想要的效果 剧组像拍广告大片一样 人工制作了一片12米的荒野 如果你用的是4K片源 每当人物看报纸和杂志的时候 按下暂停键 去读一下那些文章 会有很多惊奇的发现 因为上面的每一条报道 都是编剧专门写的 这些成本支出 就是由制作人来掌握和分配的了 凡是能提高观看体验的 多少钱都会花 而无关的项目 比如咱们昨天说的那种 剧组到意大利玩一场的事 就是不可能的 拍摄期间 连三位主演 也是在当地合租一套小公寓来住 那么没有经费的时候怎么办呢 文思能把经费的限制 发展成一种叙事风格 有一种戏叫凭自己 顾名思义 就是把一集的情节 都放到一个小空间里 文思就可以把凭自己 拍出一种人物特写的效果来 比如绝命读室里有一集 压抑着野心的控制狂老白 发现他的制毒实验室里有苍蝇 剧组就用一整集的时间 来拍他怎么打苍蝇 而我们看完以后 简直就和老白的心理困境同步了 这是被限制逼迫出来的创造力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传罗祥老师这一段视频 他说黄色小说 郭德纲和沙士比亚都会让你快乐 但是你知道沙士比亚是不一样的 能体验人性尊严的快乐 那么就借用这个说法 越尊重故事 尊重观众的警示作品 越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 有尊严的快乐 让我们不为投入其中的时间 感到羞愧和若有所失 风骚律师就是这样的一部剧